学了佛之后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 心是地 我昨天说了几句话 是无意的 没想到是今天的时候 是全世界过地同修都打电话 都觉得很紧张 有什么好紧张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你没学到名堂出来 考试就不计格 昨天好像出了个考题 统统不计格 用病人要用智慧 怎么可以用烦恼呢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老题目 我离开台湾 我这个一生遭遇 实在讲 一般人看都是非常艰难困苦 在我讲的时候我感慨 一切人事物都帮助我提升 对我来讲都是好的 没有坏的 所以我离开台湾 那时候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 我移民到澳洲 澳洲过了十周年 十年 这正是移民过去的 没有移民之前 澳洲前十年 我每一年到澳洲去奖金 每一年去一个月 在那里有十年 移民到那边去 现在也是十年 时间过得非常快 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 敬宗学院 现在敬宗学院 这个范围扩大了 不仅是学府 我们学其他宗教 我们来牵头 希望世界宗教是一家 正式开阔 我们请伊斯兰的长老 是他们教会推荐 这位长老来教我们古兰基督 我们在澳洲当地 这个基督教 他们为我们推荐一个 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长老 给我们教我们新旧旧圣经 我们正式开阔来学习 所以澳洲的宗教 能够互相在一起学习 共同在一起生活 希望宗教的团结 宗教相互设计 能给社会带来安定和平 化解一切冲突 是的 这个新当权的是的 我给你见过三次面 头一次见面 很年轻 年轻又违 告诉我 他很想 在他的任期里头 把这个城市变成了 澳洲 第一个和谐示范城市 就像我们以前在汤池做的这个事业 和谐示范城市